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做决策权 那么先说施政权 贯彻已经颁布的政策招令 监督摆官 严格执行 考核审查各级官员的政绩 是宋代载府的一项重要任务 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颁布招令 就是把这个皇帝的想法和大臣们的想法 得到皇帝同意了的 那么起草为招令颁布下去 那么这样才能够贯彻实施 皇帝的旨意呢 要颁布为招令的大约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宰府们统一讨论这个哪个皇帝 得到皇帝批准的 那么一种呢是皇帝直接受益 那么无论是哪一种都要经过恶府呢 起草招令 帮布招令这样一个程序 才可以成为法定的政令 这个程序的过程呢大致是这样的 一个大致的过程啊 宰府们呢来传达皇帝的旨意 有这个恶府的各个部门来准备文字材料 然后呢有知之告或中书社人 这两个呢都是做皇帝的秘书 在宋代呢称之为两制 那么有知之告或中书社人呢 起草为正式文件 那么宰相呢 鼠印就宰相盖章认可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过程 就应该交给蒙夏省审核的 因为宋代蒙夏省经常与这个中书省和尔为一 所以这个蒙夏省审核呢 就走个过长 所以基本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宰相呢传达皇帝的旨意 由他的这个手下各个部门呢 准备文字材料 然后呢知之告和中书社人 起草为招书 宰相该印 这个事情就皇帝的招令就颁布了 从原则上说 皇帝的一切的主张 非经恶福者不得施行 这个宋人记载 没有经过这个宰府们 这个机构盖章的 是不可以执行的 所以说呢 二府在颁布招令的这个过程中呢 是举足轻重 皇帝如果不按程序办事 自己有什么想法 直接拿过去呢 就要下级部门执行的话 这样就会引起下面大臣的反对 宋代皇帝呢 有时候呢 他想绕过这个宰府 他有些是 绕过宰府的时候 有些是个人的小事情 皇帝有时 他会绕过宰府 自己直接向相关的部门 发布具体的政令 这样的时候呢 经常的是皇帝 个人的一些私人的一些事情 你比如说 皇帝身边有后妃 后妃有时候求他办一些小事情 给自己娘家的人一个做一个小官啊 做一些小事情 皇帝有些是有时候就 这个南魅情也答应了 那么他这时候呢 认为这事情太小 或者说不太好意思 让宰府们知道 就绕过他 直接对下面颁布政令 或者说宰廷他需要用什么东西 他有时候也直接下达命令 这样子下达命令呢 叫内将 就是内庭这个将出来的 内庭 直接发布的旨意叫内将 也有呢 叫沐 邪丰 他这个政令的这个 这个装 装丰的这个形式呢 不一样 叫邪丰 或者叫沐 末次 宋仁宗的时候 就有这个 成僚 谢将 向仁宗提这个提一件说 请拔内将 请就是拔罢免 停止 请停止内将 就皇帝 你直接下达命令不可以 一定要 希望呢 以后皇帝的这个招令呢 都要通过中枢和苏密院以后 才可以执行 到了北宋末年 宋徽宗的时候 这种事情就开始多起来了 皇帝呢 这种内将啊 邪封末次啊 就皇帝直接发布的这种指令啊 就多起来了 这样就扰乱朝纲 那么难度以后 宋高宗不乱反正 他要总结 这个北宋为什么会灭亡 所以呢 他呢 对这个 会议中的所作 许多所作所为呢 改正 加以改正 那么其中一条 就是呢 这个高宗的强调呢 以后呢 皇帝的指令 虽出正义 虽然是我的意思 但一定要经过 这个三神和密院以后 才可以 强调呢 以后皇帝的这个指令呢 都要通过 这个中枢神 那么形成 这个文件 盖章以后 才能够帮布实行 恶福向皇帝 这个报告的事物 分为两类 就是说七朝的文件 也分为两类 一类呢 叫俗传 俗传呢 就是呢 熟悉的俗 传子的传 就大家熟悉的文件 你说熟悉的文件 这是什么呢 是指恶福所处理的 日常的证物 那么一般 有宅福们呢 写成书面意见 那么 进城皇帝 这类呢 叫俗状 这类呢 是用白纸来书写的 是日常的证物 还有一类呢 第二类叫 进朝 朝稿的朝 啊 进朝 那么这是 俄伏遇到了 紧急攻势的时候 来不及 禀报皇帝 那么 先掌 后咒 就这个事情 先去实施执行了 回头再拿过来 让皇帝呢 来签署 意见 批准 因为事情太紧急了 那么这样一类的 这些事情呢 都是用 写在皇子上 叫 晋朝 那么 在这个皇子的背面 宰相呢 签字盖印 所以说呢 宋代呢 对于这个 宰相们 这个 禀报皇帝的 这些文书啊 也有一些 非常细致的 严密的规定 那么这是 这是宰相 施政权的 第一个方面 就是颁布招令 第二方面 是处理政务 和监督执行 中书宰相 是皇帝 和各个职能部门 直接的 中介行政领导者 袁佑年间 这个 副宰相 杭为 他在提到 一个刑事 刑部办案 这个处理过程的时候 他曾经这么说 说天下奏案 必断于大理 详意与刑部 然后上子 中书 决于人足 他将把 这个断案的过程 说天下的 这些案件啊 一定呢 在大理 做出判决 然后在刑部 加以讨论 那么 上报给 中书 中书最后呢 拿给皇帝 做最后决定 在像每天 朝见皇帝 结束以后 回到本府 处理日常政务 一般工作 要持续到 未时 也就是下午 下午1点到3点之间 就说一般 他们处理的办公 办到下午3点钟以后呢 就下班 回家呢 休息 大致是这样 那么也有例外的 比如说 有一些老臣 特别受皇帝 信任 一而在 在尔3的这个入相 做宰相 年纪大了 是吧 时间这么长 在办公室待那么长 时间待不住 那么皇帝呢 就会对他们呢 给予特别的照顾 比如说 这个 赵仆 第三次入相 那么宋太宗为了 遵从这个老相 遵从老臣 那么就颁布 赵令说 三辅天的时候呢 太热了 是吧 那么赵仆呢 可以呢 早 早一点回家休息 为此特别颁布赵令 第二年呢 又颁布赵令说 说这个赵仆啊 就以后不要再来 朝拜皇帝了 这个太累了 过程太麻烦了 只是到自己的 这个中书 这个宰相的办公厅 去处理政务就可以了 如果碰到什么 那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在特别的召见你 和你讨论就是 那么到了宋真宗的时候 刚才这个宋太宗 帮布赵令 还都是对着赵仆 一个人去的 那么到了宋真宗的时候 又帮布个赵令 说三辅天 这个二辅呢 就中书蒙下和书密院呢 都可以在中午前后 就下班 就回家 这样一来呢 就是呢 就是说给宰相呢 更多的 宰父们更多的 这个仙下的 这个自由的时间 那么宰相们 处理政务呢 方式呢 大概有两种 一种是根据 朝廷的招令 政策 法规 那么给具体的部门 给具体的 具体的部门呢 下达执行命令 或者对各个部门的 执行过程呢 做出原则性的指导 袁佑出的时候 宰相那个司马光呢 就给朝廷上言 要求政务处理的过程的 正规化 智能部门的各司其子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各司其子正规化的过程中呢 宰府呢 就要起到一个中介作用 要起到一个上床下达的 中介作用 那么这里呢 司马光呢 当时有详尽的一个 分析说明 关于宰府 在施政过程中的 这个上床下达的 这个中介作用呢 宋代的其他的 这个大臣解释的 也十分清楚 比如说宋圣呢 在石像师说 虽万物之宜 是清代夫各德 任其子宰相事也 万物的 所有的事情处理的妥当 让百官都正常行使 自己的智能 这是宰相的责任 那么天子任宰相 宰相至百官 上下交相得 然后百官昔而忘事里 是书宋说呢 天子任命宰相 宰相再来自理百官 这样呢 上下呢 相互呢 这个配合 所以呢 所有的事情呢 就能够得到处理 那么这一段叙述里边呢 就说明宰相呢 是在皇帝和百官 直接的一个中介 上床下达的一个中介 那么反过来说 皇帝他也要求 大臣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不要直接向他报告 先向中书的宰相报告 否则要宰相干什么呢 这个事情就曾经发生过 太中年间 陕西 自义州的 一个 陕西那个地方的一个 转运使 名字叫魏廷寺 他呢 回到朝廷 宙世 这个转运使呢 就管地方的财政啊 还有呢 光源的考核呀 权力比较大的 那么他回到朝廷呢 要向皇帝报告 这个皇帝就说了 太中就说了 有事当百中书 有事情 你都向中书报告 就是了 不要直接来告诉我 那么魏廷城呢 说了 他说 乘3700里外 乘一而至 以基势上门 说我从3700里以外 千里迢迢地赶到中央来 我是有事情 向报告皇帝的 我想听取你的 像 这个得到你皇帝的 直接的指示的 我不是为宰相而来的 那么魏廷寺这么说了以后呢 太中就同意接见他了 那么 显然这样的 这个接见呢 也有 也还是不合常规的 应该是向中书报告的 太中第一个回答呢 是合乎规定的做法 当然一般皇帝都希望 喜欢这种私人的 直接的 向他的个人报告 所以魏廷寺这么说呢 也迎合了皇帝的 这个 喜欢 有一些皇帝 他喜欢揽权 他有时候呢 不仅仅呢 掌握着最高的决策权 有时候也想把 这个 也想把监督执行的 这个权力 也把它拿到自己手里来 本来捡监督百官 执行政令的权力呢 应该是宰相的 那么他把这个权力拿过来 他要越 这个皇帝呢 要越过 恶辅中苏机构 对 下面的各个具体部门呢 直接下达指令 那么对这样 大臣们就会提意见的 比如说 庆历七年 张芳平呢 就给皇帝提意见 那么 在这个提意见过程中呢 他把恶辅处理政务 和监督执行的权力呢 解释得非常清楚 他说恶辅呢 是在各有城市的前提下 就各有规章制度的前提下 发出 督促 就发布命令 敦促 督促 百官执行 具体执行的各个部门呢 怎么去落实 怎么去贯彻 在皇帝和具体的 这个政务机构之间 恶辅呢 是上床下大的 权力中间部门 这个中间部门呢 就是处理政务 和监督执行 那么皇帝呢 不应该忽视 不应该忽略 宅辅的这个作用 那么这是 宅辅们处理政务的 第一种方式 也就是根据朝廷的 招令政策法规 给具体部门呢 下达指示 或者做原则性的 这个指导 那么处理政务的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接见本部门的 下级官员 咨询政势 在项下面呢 设各个部门 管理国家的具体事务 那么每个部门的官员呢 都管一趟具体的事情 那么 宅辅们呢 接见自己的下级部门 这些领导 那么向他们呢 听取他们的汇报 咨询证事 这也是他们的 这个 处理政务的一种方式 本部门的 这个下面的一些 下属官员呢 每天都要向宅辅 禀报政事 听取宰相的 处理意见 接受宰府的指示 那么这就是 中书和三省 宰府处理政务的 日常方式之一 一般 他下面所属的光源 也是分批 分部门 来敬见宰相的 来禀报政事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样一些处理过程中呢 更多的就体现 宰府的这个思想和意志了 这个时候甚至 有时候宰府 就会替代皇帝 做一些具体政务的决定 这个在下面还要介绍到 除了本部门 本部门的下属官员以外 那么 外地来京的 这个高级官员 宰相也要接见 那么宰相王荡 曾经说 自己所接见的人物 有哪些人呢 就是说除了本部门官员以外 还有呢 转运使和转运副使 就是全国各地 张光财政啊 这个监督官员啊 这个责任的 这个转运使 转运副使 还有提点刑狱 提点刑狱呢 就是各地主管这个案 主管公安这个案件的 这个高级官员 还有呢 边要方 方郡的守城 就是边疆的这个首帅 守城 朝廷任命这些官员到外地 朝廷任命这个要员到外地主持 做 主持大事的时候 他们在赴任之前 也要觐见宰相 当面接受指示 当然这时候 宰相接见这个大臣 有时候仅仅是象征性的 或者是原则性的 或者呢 是鼓励性的 但是 他们都要见下皇帝 才去赴任 反过来说 如果宰相这个长期 不和这个部门官员 或者说 这个地方官员呢 这个接触的话 不接见他们的话 那么他们就无法很好地贯彻落实 自己的 无法很好地贯彻落实 朝廷的方针政策了 也无法有效地监督 各个部门的工作了 那就是失职 袁又年间 范竹宇曾经提出意见 说 说这么一年以来啊 我没听说过宰相 召见一个人 问一件事情 也没听说宰相呢 召外面一个什么 有名望的 有才能的人 来咨询 正式的得失 百姓的疾苦 那么外地来经的这些呢 光源呢 也没听说呢 得到皇 也没有听说得到 这个宰相的接见 那么 范竹宇呢 给朝廷提上这个意见 就是宰相 这段时间宰相狮子了 一年以来都没听说过 他接见什么人 那么宰相这样的狮子呢 一定会导致呢 叫做物情不接 上下相蒙 就是说 朝廷不了解情况 上下相互呢 这个蒙骗 这样会削弱中央集权的作用 朝廷规定 宰相必须要接见下属光源 但是接见下属光源的时候呢 又有毛病 如果接见下属光源的时候呢 那个下属光源向宰相求情 走门路 开后门怎么办呢 所以宰朝很有意思 所以宰朝很有意思 一段时间呢 他还规定 宰相接见下属光源 必须在办公室 在自己的办公地点 上班的时候接见 下班回家以后 就不许再接见了 以免呢 这个私下呢 向他求情 向他求情 走门路请托 这个呢 在宋代叫做 夜禁制度 就是禁止宰相 让父宰相们 私下接见宾客 最初提出这个意见呢 是太宗的时候呢 王宇称所说的 朝廷应该发布规定 让宰相们都在办公地点 办公时间接见群城 禁止他们呢 私下呢 接见宾客 太宗呢 同意了 接纳这个主张 太宗接受以后 立刻有人向皇帝提意见 说这样的做法不行 说这是怀疑大臣有私心 现在他说天下呢 这个人提意见说呢 天下呢 这么广大 国家那么 疆土那么开阔 事情那么繁杂 是吧 皇帝你呢 是信任宰相 宰相呢 也靠接见外臣呢 来了解 这个天下的形势 你如果禁止他们 与外臣接见 这样的话 他怎么了解情况呢 再说 在办公室难道就不能开后门吗 这个官员也提出这个问题 说太宗呢 立刻就醒悟了 知道前面的这套招令错误了 立刻呢 要求追回前面那个那条招令 也就允许宰父们在家里面的这个接见宾客 但是这个问题呢 后来还被反复的提起来 总是有人提出来要禁止这个宰相接见宾客 是吧 来断绝走后门的路 也有人提出来呢 说叫做 宰则勿用 用则勿矣 就是 宰人不用 用人不宰 那么朝廷呢 有时候呢 下招令 禁止 有时候呢 又呢 这个废除这样的禁止招令 摇摆不定 在这个装置体制里边 光源呢 这个开后门 跑光 请 这个 请人帮忙 这样的一种奔走 请托之风啊 是很盛行的 那么这种之风盛行呢 显然会败坏 朝廷的风气 会败坏 光场的这个风气 那么也让宰府们呢 没有太 更多的精力去处理 正常的证悟了 如果都是来开后门了 来纠缠 你个没完没了 你事情都没法 办 所以说呢 朝廷如果发布招令 禁止宰府们 私下接见宾客 对宰府们也有好处 宰府们有时候 想见的时候就见 不想见的时候 就拿朝廷的招令呢 这个招令呢 做胆箭牌 说你看朝廷有规定的 我不能私下见你的 就把人家拒绝了 所以这也有好处 所以当时的史书记载呢 说宋仁宗的年间呢 当时没有这样的禁令呢 结果呢 就是呢 这种来登门 这个求情的 走后门的人呢 这个非常多 宰府的应付都应付不过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朝廷呢 又要发布这个禁令了 庆祢三年的时候呢 宋仁宗发布招令 说招之政打成 非驾休 不许师弟接见宾客 就说 如果不是休息日 假期的话 不可以在这个 自己家里接见宾客 这样呢 就是一种择中的办法 平常上班下班 以后回家 不许见宾客 但是 节假期 可以 到了宋仁宗治和二年呢 当时呢 朝廷任命文艳伯和 傅必作宰相 那么 大家去迎接宰相的时候 迎接宰相的时候呢 按照规定呢 大家都不得私下去 见宰相 那么 又有人给皇帝提意见说 你倒派这个百官 去迎接宰相 是对他非常遵从 是吧 那么回过头来 你不让他接见 这个百官宾客 又是 又是 带宰相不诚恳 是吧 不相信他们 这样做法是很矛盾的 那么宋仁宗呢 这里提意见呢 包括这个 大家后来很熟悉的 这个包公 是吧 叫包整 包整当时也给皇帝 提这样的意见 那么皇帝为了表示 自己对宰府的充分信任 又一次废除 说两臣 两臣臣了 不许 到这个宰相家里去 建宰相 这个禁令呢 把他废除掉 那么把刚才所说的 归纳起来 朝廷大约下达过 两类禁令 第一类禁令呢 是两臣 两省官 为公事 许致中书 书密院 建执政 就是说 中央部门的官员 只有公事 才允许 到 办公室去 找宰府门报告 私事不允许去 第二类呢 就是 执政大臣呢 不在休假日呢 不许接见 宾客 当然这些招令呢 是 屡次颁布 屡次被停止 那么 摆光 用公事 去 禁建二府呢 大臣呢 这个事情呢 从来也没有被禁止过 这就是 宰相 施政权的这个 一个基本介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